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的能力没有那么好 我没有他那么聪明 我没有他那么的会做事 所以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好像自卑感的样子 相反 有些人好像有一些能力 有些聪明才智 他们会变得很骄傲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也因此看不起别的人 所以这两种态度 其实当然都是不对的 一个是自卑 一个是自傲 其实我们说 天主确实给我们不同 每个人不同的能力 我自己比如说对电脑就真的懂得很少 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 但是天主给我们每个人的能力 都是为了要建立团体 大家分享我们的能力的话 整个就是各取所需 各尽其才 那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话 团体就会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有能力的 不要自夸 好像以为我很了不起 我们能力少一点的 也不要自卑 只要我们尽了我们的力 就好了 那所以今天的那个读经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个主人给了仆人 有一个给他五个同源 他去赚了五个同源回来 他就被主人说成是一个中仆 那但是另外一个仆人呢 主人给他两个同源 他赚了两个同源回来 他也是被主人说成是一个中仆 他只有两个同源 他不可能赚到五个同源 所以呢我们说 我们在最后见天主的时候 天主不是问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而是问我们有没有尽力的去做 我们有没有尽力的去做 用爱心的去做 那我们说 其实我们的能力 做事的能力是来自天主 天主给某些人这个能力 给某些人另外的能力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能力做一些事情 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但是呢我们唯一可以给天主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自由的人可以给天主的 唯一可以说是我可以给天主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爱 那假如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我们的能力做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话 我们在天主眼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都是一个VIP 所以我们读到今天的读经以后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一方面不要有自卑的心态 另一方面也不要有自使自华的心态 我们不卑不抗 就是我们应该做人的一个态度 我们也感谢天主给了我们的那个能力 但是我们也更要感谢天主 去让我们去回报他的爱 用爱心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给天主的地方 请天主保佑大家